字幕視聰明 李宗盛宇 這個營養午餐的人不少營養到誰 或營養到校長 或不是營養到同學 但是在營養午餐的發現 他根本就是不營養的 所以說我想我今天這個時間的師傅跟那個阿芳 我們一百二十小姐來跟大家分享一些什麼下午餐的一些狀況 那當然其實我跟阿芳應該都不是下午餐的專家 下午餐的專家應該是在座社會以下的一些朋友 那如果說我們應該講的過法還蠻多高的 那我今天這個題目就是下午餐的很多意思說吃飽 講法是一個很動畫式的一個混貨 甚至說前幾年在打桌的藝術展覽裡面 也用這個名稱當作為打桌的藝術展覽 展覽很多跟這個體能關的 那我們也下午餐來很大的跡象 它不只是一個吃飽的 沒吃飽的問題 我們希望說它可以用資料以來掩飾就好 OK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說 為什麼這家蠻小的餐的問題 火車都最近發生了一些提案之外 我不知道各位你知道 在整個台灣的國中小的下午餐啊 甚至於還有五花花六四點 然後我手還可以刮刮一些那個 那個各後五花的一些晚餐的 一些餐的 光整個國中小的一個校民餐的 就是那個總經費 有估算我們差不多兩百年 兩百年 各位 比如說 那個一個鄉鑽公司的運算多少 一個憲政的運算多少 那這一錢 到底我們是怎麼划的 讓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二個項目 就台灣的兩百四十一目前是百零三十 像話說 我們有將近百零六八到百零七十的 一個糧食就要從國外進去 也就是說我們這兩百零 如果我們不去好好的使用說 我們這兩百零的話 就必須要換到多少 台灣是七十七成 將近一百四十一的錢 就是要去從國外購買 而且我們從國外購買 洋子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整個那個食物理想的 還有包括 環境、飛機 因為台灣是一個海島牆 那我們就要用上我們過程品牌 那再來 整個一些像淡水啊 一些碳台湾 直接都根據環境回來 所以說為什麼說 我們必須要回過國外來看這個標準說 像兩百零三百零 他別的吃法沒有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校園比較能付給他 更多更多的名字啊 那再來我們要看看說未來 不未來 未來的人口跟糧食 還有什麼是太自由的問題 所以可以在早上看到一個 就是 二零五點點 那現在說二零五點 二零五點 那你跟他看到未來二零五點點 前生變得怎麼走 先進去 那現在可以 我們希望我們更進去 越來越少 但是每人手消耗成一個 兩次越來越多 這代表什麼 因為我們比較 機器的消耗的能量 吃的東西才會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說 我們在用這種方式 一直在生活下去的話 我們就回到這個 生態獨機的問題 什麼叫生態獨機 就是說 你為了擔心一個你的生活 你是一個社氣的生活 甚至說一個地氣的生活 你所耗用的一個自然之眼 那這個台灣生態獨機 二世九代表更強的一致 結果在台灣目前 一個家的生活方式 因為我們有兩者的環境力 我們的能點有環境從國外 甚至我們有很多 遺固啊跟人 都要從國外進行的中央鄉 然後 我們一直在看台灣 我們使用的淡水量而已 那事實上呢 我們已經操 顧候整個台灣成果 就好像你的信用卡一樣 額度呢 可能只有六萬 可能只有十二萬 但是呢 你現在刷了一百八十萬 這樣就刷八萬 對不對 那事實上呢 我們把這個整個一個生態獨機 目前的 估算地球的生態獨機是前生 就等於說 全世界加近七十一個人過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刷到一千倍的 那未來 如果我們其他下面的話 那地球的 我們所能撲二的一個指引 這樣就越來越遠 那我們反過來看看 全球的一個人是那個 那台灣的生態獨機是超過的 全世界這樣一個獨機 我們是二十九 那代表其實 我們比其他的 使用了更多的生態獨機 他擺個十五個左右 那美國是為大家受了 批評的對象 但是我們在批評別人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反過來 過來 看看 OK 那這也是說 我們想透過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探討說 然後 學校的營養午餐 這個吃的東西 他跟農類有什麼關係 我們知道說 其實呢 這個營養午餐 包括我們要吃的東西 這些養食 很多來自於農類的生態 那農類生產 我們剛才說過 二零五年的時候 全世界的 我相信有一個人 然後面對了一個 前球的一個反應 世界的減少的時候 那該怎麼來的 那我們剛才看到說 農業的一個角色的改變 所以這樣就是說 在面對一個全球都市化一個變遷 我們所辦的角色 每一個國家 都在重新思考 差不多在1970年 在1965年 1965年 1965年 在民國50年60年 民進一個農夫 也進產了 他們差不多養活 差不多六個七個人 也就是七個人 但是到了2010年的時候 他已經一個農夫在哪裡 所以 將近幾乎七十個人 也就是什麼 都市化 那裡有點重 那農夫 那裡的消費值 那裡的 價錢 行贊錢 所以說 像日本 德國跟英國 他們都在差不多十幾年前 就可以在四十百多年 然後把這個農業的 農業的一些功能 都把它調整過來 那日古的農業機會 在1965年 就 電圍上面的農業 是食料 食材 農業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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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2000年裡面 改為消費者 寶貨運動 那英國的農業量 就是改為環境 良品 很強 這三個產品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這個 我稍微介紹一下 這是那個 核心國小 先像核心國小的 那個 吳祐教授會 分享說 核心國小在之後 下營養粉餐 那為什麼說我們要把那個 吳祐的一個 吳祐的統計 表現在這裡 就是我們在談梁子的時候 就是那 未來的梁子會生產度 但是反而一個問題是什麼 現在也沒有梁子的浪費 包括我們在補撈的時候 我們可能把一些 我們帶回來 才會把它割到海上 然後我們 那些洪湖的人 還能到了 我們就 把它割到海上 那他們 農產品 過去一點 都是吃的 但是現在農產品 第一個要吃 第三個 第二個 也許要吃 西藏 第三個 就是 成免的西藏 農產品 那我們剛才有說過 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那個 糧食指定是32% 那這個你知道嗎 台灣的西藏 也就是我們兩個 租餐 我們的飼料 有多少 是我們自己生產的 百分之五 也就是說 我們那個西藏 養子子幾 一點 知道嗎 OK 那 如果說我們等一下有時間 我們可以回來跟各位介紹到說 有幾個在做這個 下面有三整個 FOO Program 做得非常好的 一個就是 英國的那個 福朗協會 然後英國這個福朗協會 事實上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英國最多有機率 有非常重要的對手 然後我們希望說 我們希望說 如果把他們一些相關的工商 也都翻譯什麼 如果說 在座各位 有意見 可以幫我們翻譯的話 我們幫我們跟我們合作 那另外就是 一個總部呢 設在西班牙的這個 團體交配 他最近得到那個 另一邊都給我獎 他整個成立了一個中期 在談那個 社區糧餐的概念 就是社區糧餐 還有日本的實力經驗 那 下午那個 三老十二會 談得更多 那 今年那個英國那個 那個 那個主廠協會 他們那個 Program 有得到運氣 那就是那個 我剛才 西班牙的回 那下午的那個 日本的經驗 我們會跟大家來分享 使你 使你 的機會廣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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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今天談這個問題 就希望說 能不能 來 直接到了 直接掉了 弄一下 就是說 在整個一個 歐文 他們有一個 過去有一個政策 叫 就是 CAP 就是 就是 CAP 就是 在1992年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叫農業的 直接 進步 就是說 用那個 經濟 用那個 財政來支持農業 但是我們希望說 這樣的一個 財政的一個支持 農業 我們是可以轉型一下 就是用設計來支持 我們的農業 類似 學校營養 午餐 類似學校營養 午餐這種方式 都是一個 會談 要不要請那個 那個 沒有 你怎麼會這樣 沒有 有 沒有 沒有 我 有 沒有 就是我們希望 就是說 把 如果把整個 一個 類似作為 設計資金 的農業 因為我們就所謂CSA的開門很兼容 邀請那個CSA的運燒擺台湾 他已經來過台湾幾次了 就是像我們設計師你們可以 如果出過下面 一樣午餐這湯是來把它調完 把他推完 那另外就是一個所謂的色系文 就是我們的農會生產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版面上的領域 包括冰室校園 包括水之面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思考就是 社系兩三跟糧食組織 我們知道說糧食共在手上 然後我們有沒有準備 都要面對的另外一個未來的一個 情容包括環境的 如果你看看你它自己在開門 不是怕的那一個社系 就是發力的提醒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糧食組織 那如果這樣就有了 那事實上的這些東西都在這幾年來解釋這段看 所以說我們覺得說 學家平安午餐的七午餐 也不是只能吃飯 那另外這個就是帶他吃的健康 就是跟美國伯克蘭之餘都非常好 那學家平安午餐我們希望說 它是一個賽徒經濟的一種方式 那它也是一個實力的一種安靜生態 它也可以把這個夏宇宙的午餐 發展到異色廚房 或者說像一些設計時代 一些商桌的增加很準確 那環境時代當然就是很難的 我想我的時間就非常適合 下一場的那個 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下一個接班 就是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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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